可以看到目前呢在20万kps 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流畅度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让我们分享一个机场 那么它叫做新速云 当我们来到它官网之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注册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 然后下面填上密码 以及从密码我们就可以进去注册了 这边呢由于我已经是注册过了 所以说就直接进了登录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有一个活动 那么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10月15号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200G的一个套餐 我们只需要加入他们的TG讨论组 领取他们的一个活动福利就可以了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不错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它那个节点列表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日本的 香港的以及新加坡 那么下面美国越南以及台湾的 那么还有法国英国澳大利亚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 它在上面都是有的 也是跟我们大家进入使用 而且也是支持主流媒体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那个套餐 那么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套餐 就是666 没关系 我们不用管它一个价格 我们可以获得免费200G流量 那么线路呢是一个普通线路 YouTuber播放1080是完全足够的 我们通过下方加入TG群 就可以领取它的一个福利 然后后面这边是一元的 是一个体验套餐 它是一个不现实的 一元可以获得10GB流量 然后旁边的三元 可以获得每月500G流量 这流量也是非常多 基本上是给我们大部分使用了 然后下面还有个五元 可以获得每月1000G流量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还有下面的12 以及58 110 这边呢就可以根据这需求 去进行选择 那么当我们拥有套餐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一表盘这边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订阅 以及我们的到期时间 还有剩余多少流量 然后在右下角这边 有一个iOS的教堂 以及安卓的教堂 还有一个Windows电脑的教堂 以及苹果电脑的教堂 如果说你不会使用的话 可以点击查看一下它的教堂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在左边呢 就是一键订阅 这边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使用情况去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使用是class 就导入到class 使用了小火箭就导入到小火箭 这边根据这个情况 去一个选择 这边我就直接导入到class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它有个节点信息了 那么这里 它有一个延迟检测按钮 我们点击下的话 就可以检测一个延迟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进一个默认 选择一个香港的来进一个测试 那我们在浏览器当中 搜索一下YouTuber 来看看它的影片 播放速度是怎么样的 这边我们直接搜索一个4K 随便找个影片 来进行播放 我们打开详细信息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见 它一定的速度 是在19万kps 目前呢 已经来到22万kps 这个速度是相当上的快的 我们把它切换到266MP 4K的一个画质 非常的稳定 我们可以看见 那我们拖动一下 也是完全完全没问题的 目前呢 一直稳定在15万kps以上的 现在呢 在17万左右 那我们再拖动一下 也是非常流畅 可以轻松跑到15万kps以上的 播放影片的话 是完全完全没问题的 流畅度了 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再切换一个其他地方 切换一个接盘 日本的 让我们再刷新一下 同样的 我们拿个详细筒信息 那么画质切换到最高 4K的一个画质 26MP 可以看到 目前呢 在20万kps 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流畅度了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流畅的 现在是很稳定的 在20万kps 那我们来看看 他能否支持 跟赖飞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 赖飞当中了 如果说你也想观看赖飞的独家影片 可以看看我影片下方 赖飞小铺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 AI方面知识 以及辅助软件分享 这里是科技的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